大家收看的是 京城大人赛第十二 第十三季 走走 总是说顺嘴 第十三季心河漫游 本节目是由饭狼冠冰赞助播出的 饭狼视频 在家也能玩面沙 版型随心配 欢乐多一杯 大家现在可以下载一下 我们的饭狼APP 在我们的各大用商店里面 下方小手柄 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 游戏叫做九州先锋传 稍后导播老师会送出 本场的最大的一个负贷 这个负贷里面是3000的现金 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下载好之后留两个截图 一个在周面上 有九州先锋传的截图 一个在游戏当中的截图 一定记住 是来截取个人信息页面 带有ID账号的那一张 6号最后 如果稍后你是那个 唯一中我们钻石的那个 在福大里面开奖的时候 那个现金人宝宝 记得在一分钟之内 撕清我们正爱大师的后台 提供刚刚提到了两张截图 你就可以兑换你的专属奖励了 这款游戏当中 也有很多的福利是可以领取的 浮动窗口页面的那个口令 叫做升级领福利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来抢一抢 然后刚才我们玩这局 叫做假面舞会 这个版型是我们第十季 精神大赛的时候 我们一位弹幕老师 给我们提供的版型创意 然后经过我们一点点的 小小的调整之后 在我们的第十季和第十一季 都曾经出现过 第十二季的表演赛 我们在大家很期待的 这一大片屋声当中 也把它重新拿到了 我们大赛上 再次给大家做呈现 然后这个版型的作者 紫苏雅多老师 会在1月27号来参加 我们的精神大赛 2023年度的年会 然后除了紫苏雅多老师以外 还有很多在2023年度 为我们精神大赛 做过突出贡献的弹幕老师 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季比赛的 弹幕老师奖 最佳弹幕老师奖的获得者 都会来到北京 跟我们一起来共襄胜举 而且这次他们的拆率费用 我们是全包的 然后1月27号的这一次年会 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到时候一定会有 各种各样的照片 视频 会给大家来做公布的 然后同时也希望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 官博京城大赛浏览一下 我们的官方资讯 目前如火如荼的 正在开展的是 我们京城大师赛高校联赛的 一个团队报名的通道 已经开启了 然后大家都可以 如果你是社团里边的负责人 或者你自己在 你的高校的某一个社团里边 打了人杀 然后都可以找自己的社团负责人 赶紧到我们的官博 去来了解一下 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的团队报名时间 是截止到1月31号 1月31号之后 如果你在你的学校里边 没有这样的社团 或者自己也是高校的学生 很希望来参加 我们的京城大赛高校联赛 也都可以在1月31号之后的 个人报名通道开启的 这个时间段 赶紧提交自己的个人资料 在下学期开学的时候 我们京城大师赛高校联赛的海选赛 就要如火入多的开展了 之后也会在线下的时候进行总决赛 都欢迎大家能够来关注 然后也都期待着 能够来北京 然后来到我们的赛场 跟我们一起来打决赛的 这些新的高校联赛的精英们 同时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京城大师系列赛事的 其他的各项我们的节目 然后包括我们的小学赛 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 本周五的京城大师赛 临时播出调整 改为京城小师赛 然后也就是说 我们周五的那天晚上7点半 大家记得到我们官方直播间 京城大师赛 抖音就说京城大师赛 就能找到了 然后到那边去来观看 我们的京城小师赛 本周我们会有4天的小师赛 和3天的大师赛 然后我们这每一周的播出时间 跟大家再来说一下 大师赛的播出时间 是周二 周三 周四和周五这四天 然后小师赛是周六 周日 以及周一这三天 都是晚上的7点半 不说地点不太一样 这外来是直播间 和京城大赛的直播间 然后都可以来看看 我们的狼人杀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还不知道 狼人杀是个什么游戏的话 不妨去用商机来下载一下 犯狼这款游戏 狼人杀是一个 靠发言逻辑推理来找出 隐藏在12名玩家身份当中的 那几个狼人牌 然后我们需要用语言的逻辑碰撞 然后拼凑一些信息 最后找出真相 到底谁是那些 在夜晚被作歹的那些小狼人们 然后把他们揪出来投出局 然后人就可以获胜了 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 然后很希望大家都可以下载 将饭狼开启你的第一局狼杀 我们第三局的版型是 机械狼通灵师 机械狼通灵师的版型 已经上线了我们的饭狼APP 全网只有我们 饭狼APP上 有我们京城大赛 同款规则的机械狼通灵师 赶紧下载去体验一下 记得下载小手笔 我们有请七号家跟大家聊天复盘 我的舞者不太会去舞便宜 我的舞者不太会去造什么便宜 我就得把狼弄死就完了 因为我第一天既然能弄死舞 说明12号第一天一定扣着自己 那我第二天只要 不让12号知道我外这位舞的人 那我一定能把12号扣死了 所以我就8 11 12 我的发言说5过11 因为12号会信 原因是因为11号是一定的好人 再加6 那么他可以在外这位扣 但是11号是一定 不会被12号扣的 所以我第一天要谎报 11号被扣过 那我就把11放进去 还有一个不太会被扣的就是8 因为8号投了3 8号有可能成为什么 扛退位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他也不太会扣8 所以8 11 12 12号必死 如果12号扣了自己 所以 所以不就游戏结束 都不用睁眼了 就不用到第二天白天了 还有一种就是确实像8号说的 把那个 我把那个4 7都放进51块5 那这种情况 对于假面来讲 他有可能会 砍一刀便宜 但是无死一个神派 对 然后起来再推甩 怎么着拿人都赢不了 怎么着拿人都赢不了 因为女巫把石堵死了 那肯定是因为武者强 这不是斗 还不太坏了 你为什么说我的好人 我说你 没说你 我来说是一刀 因为我刚才说你自己也称赛 但是因为你说我的好人 你说干 你没看出大哥 我觉得你发言挺好 没看出你了 我夜里 我夜里 我五的三五六 我五三五六 我以为我不放武池能五个便宜的 我以为撒花人就便宜的 不小心就无死了 蒙着了 蒙着了 8号那个也是必赢的 因为主要我武 8号的想法是 他说只要四七进武池 就一定 但是一样 四七进武池 最多四七单死一个 对不对 然后我武的八十一十二 四七也最多只能单死一个 只是四七 这两种不同武法是死于刀 还是死于武 死于扣 还是死于武 不 就死于刀 死于武 但是四七都有可能死一个 要么四七同进武池 要么四七都不进武池 怎么着四七都只能死一个 对吧 是这意思 所以 所以这局武者 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 右下方 小手柄 九州宣布中 麻烦大家 赶紧下载一下 完 赶紧下载一下 下载完之后 下载之后 留下截图 一个是桌面的截图 还有一个是游戏内的截图 两张截图准备好 我们马上给大家抽第三盘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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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袋了 送三千 赶紧下载 一分钟中奖之后 一分钟内发 赶紧发我这个 截图 一分钟内发我截图 就可以了 我还出去 我都没看板 我就上厕所 谁的那个武者 这么厉害 我 你呀 你武的谁呀 我武的那个 三号 五号 六号 这么厉害 我想守你偏夜 我忘了这版的规则了 我还以为 你只要进武池 你就能守着偏夜 我忘了 他就玩了 我肯定 我想是你只要不死 怎么都好歹 但结果 我还有规则记错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情况就有可能是 偏夜 加死两个狼 记错了 就这么记错了 明天 明天有你吗 明天你来 我给你整件事 那我 8号那也不是教我玩游戏 他耿学 可能也就是跟我探讨一下 武者人家怎么玩 下次让耿姐玩 看看玩武者 能怎么个事 这是无所谓的 反正怎么让都赢了 我懂啊 王哥是肯定放水的 王哥念好人扣自己 那肯定是放水的 没用 我把两拳死 他也是毒石 我们起来还是落后 起来我只不过跳武者 跟他一分 对不对 不是一样的 他独石的话 类似就是一样的 都得推一个 都得推 对啊 肯定要不把四和八 如果能把 这个 然后你说你是伏者 他们会想 你们两个谁那个伏者 不小心会把神给伏死 他们肯定觉得是你 所以你能把他推掉 他两种方法 逻辑吧 他们不会觉得我跟大师 里面会伤给你 学一个人 不会啊 他们会觉得 我们带刀有的时候 我们带刀 你们是大支那样 不是平民吗 看哪里有问题啊 而且他们也不是英国 而且坎一说一怎么 不是你这话听得不好 坎一说一怎么了 怎么拿是不是相反 哦 哦 那个不好意思 感谢了一下礼物 谢谢 对不起对不起 没看见礼物 最近我第一天不带刀 我谢下礼物 谢谢克拉拉的 谢谢克拉拉的抖音一号 谢谢雪兔兔的抖音一号 谢谢那个牛熙的冰雪之约 谢谢牛熙 谢谢RYC的红杉白雪 感谢 我什么 老子他妈比心 他怎么那么欠呀 现在 没关系 我先打你 我先打你 我真的不是打你 我发自假面太久 伴给我的好人 很有可能说我 就知道 其他按照 归的不错 归的不错 哎 归的不错 1911 第二次 对 对 这是第二次 你来第一天把狼都点完了 你点的最不当就是二五十十十一 你都会有净四个狼 那点狼还要怎么 超 确实 独立独立年轻人吧 那为什么1911 第二天 你跳白吃的呀 不知道第一天的陈俊杰有多猛吗 那就是第二天了不 你跳白吃的你 这两个道理 他也不 他也不想到第二天了 他也不想到第二天了 他也放点水 是故意的 是吧 是故意的 哈哈哈哈 1911 他跳白吃的话 对 陈俊杰说话声音都颤了 太夸张了 哎 你都看 压力太大了 所以这个 哈喽 欢迎各位回来 这里是金城大赛 第十三季新横漫游 然后本次比赛 是由泛兰冠名赞助播出的 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明天中午十二点钟 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京城大赛直播间 会有我们的小黑老师 和我们的水瓶座帅哥 然后为大家带来好物的大货直播 明天是年货专题的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京城大赛来观看一下 另外再往前一个小时时间 如果你起得足够早 一定记得到我们银唐布丁拉尔直播间 去来选购一下 目的的美童 明天是我们的 也都是绝对头部机制的 这样一次带货直播 而且整场直播的过程当中 还会发红包 然后这个价格一定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说要囤美童 抓紧时间 定好闹钟 明天中午十一点钟 一定到我们的 樱桃布丁拉尔直播间 去看一下 直播间里正在发放复材 一定记得 每个人都有机会 可以参与 先下载下方的小说品 留好你的截图 非常重要 我们第三局的版型是 机械狼通灵师 机械狼通灵师板子 已经上线了我们的 赛事指定的APP 范狼APP 大家都可以下载一下 范狼APP 跟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马上开始我们第三局对局 直接为各位开启上帝视角 来 高兰家 机械狼通灵师 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底牌 五 四 三 二 一 天黑请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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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意听清法官质量 通灵师请聚受之意 通灵师请放手 一段情 要埋藏多少年 首位请睁眼 请选择借你 要守护的玩家 要吃来多少天 首位请选择借你 首位确认请闭眼 成熟多少 空拷地 三张狼人请睁眼 一张狼才能过 彼此完全命中 老二鞋棍同伴商量战术决定击杀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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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通灯了《通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一直在那儿对我投来一些奇怪的目光 你们为什么戏这么多你们两个人的眼神 所以我仅会就是先三后二都验一下 然后四号玩家在那个位置说二三带身份 所以如果我本游戏在二三里面验到狼人拍的话 可能我会觉得四片好吧 因为感觉四跟二三都不见面 至于五号玩家说今天要好好听发言 是想到了昨天晚上的惨痛经验 那我就会给五号玩家一个机会 我这轮景下要听五号玩家的站边 希望可以明确给一下站边 然后六号玩家也是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的景辉流就是第一张流景下的三号牌 第二张流景上的后追的二号牌 然后至于十号玩家 我对他的定义是 我觉得因为七已经在前追起跳了 我大概率数据库觉得七号玩家 平时发这种精水很少是他的队友 所以我十号玩家我是不敬验的 我需要听他的发言 如果十能在那个位置反水站我 我会直接认识一个好人 如果十号玩家站七我也会分辨 他们是狼狼金还是十是一个被洗头的金 但是我不会把十号玩家压到我的景辉流里 然后没什么了 就是三二顺延 我当然有一个期许是希望景下的 三号玩家是好人牌能够投给我 一会看票吧 十一是我验的平民牌 然后三二顺延过了 九号呢请发言 感谢希望你天天开心的一把 我分不太出来 因为昨天刚把八号投出去了 我也不太敢直接说你不是 但我觉得十是平民 我开牌明的他也是 因为我拿了牌我问他说 我能学你吗我能学你吗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那他肯定是希望我学他的平民 我当然就这么想 然后五号玩家 虽然六打保了我打了五 但是我不觉得五号像狼 因为我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样 就是今天我就听独立发言 谁劝都不好使 因为昨天是你给我上的这个课 对吧KS 但是圈圈为啥能发出来 跟我心理想法的一样 昨天偷听了 小号偷听了 小号 你看 然后我目前是觉得七号偏向一点 七号偏向一点点 因为七号其实发言说了嘛 他说三号不上票就 给他就外漏他 那三号只要上票给你了 你其实也就不用验了 你看七号搂不搂他就完了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 也没有什么逻辑点啊 然后 我目前听感是七号偏向 然后你说二号盯着你那个 我当时我也观察到了 我的第一想法是 二号是学了你的双刀 在给你传击信息 我是这感觉 但是你就是说要验 也行吧 我再听听 我目前觉得七号像一点点 然后十号肯定会认平民的嘛 很久没了我过了 十号呢 我底牌确实是平民啊 然后没放手的话 就是想刚着景徽说两句话嘛 对吧 因为毕竟我在七的后志位发言 我觉得七八的话 可能目前会正面七号 因为他留的景徽留三四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八号去留的是三和二 你说你敏的十一和二不好 你验的十一是平民 你却要去验二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听二的发言 然后前志位的四五的话 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所以可能我觉得七号玩家更像一点 而且毕竟接了他的金水嘛 然后九号说我是 九号说我肯定是个平民 对我是个平民 那我开拍之前 你说你要学我 你是机械狼对吧 因为我拿机械狼总学平民 所以我不想你拿机械狼 虽然我是个好人 但我不想你拿机械狼学个平民 对吧 那个知道学到平民那种痛苦 我能感受到 然后这不是 对你好 什么叫我说我不是 然后不让你学我 我就试平民 这逻辑不对 然后但是听九号玩家没有很像狼 然后前面听的那个五号玩家 我觉得身份 感觉还是偏上吧 因为他是狼人的话 可能起来第二个发言不太会想 今天我一定要站队边 会听两个愿家的独立发言 是狼人的话起来没必要这么做 可能会觉得五号玩家比较像好人 然后前面九听着还不错 七八的话 目前会站边七 六就重点敏了 九 这次没敏我 上一轮 我开完牌 他都把我的心理历程说出来了 怕我拉爆狼团队什么的 我当时听得一愣一愣的 然后我还想这次六号还会来敏我 结果没敏 那我再听一下六号的站边吧 然后目前任编七号 好吧 那我就过点了 十一号 大家请发言 谢谢王小龙的投资 多希望现在是在玩网上 可以给个标记 比如说什么四号五号好人 六号狼人 八号预言家 九号十号 紧一紧二 多好 对吧 等一下十二号玩家就要说 这么喜欢玩网上 回家玩网上去 我来什么形成大资赛 我提前赌路 提前赌路 我肯定是借着这个机会 把我对前之位的评价 给大家说出来 因为七号玩家起跳了 我很慌张 我底下是平民 我很慌张 所以我决定在耿心耿心 我觉得四五是好人 六号玩家去着重打了四 我觉得四号玩家紧上 如果他底下是狼 他不会在这个位置去点二三 有身份 他直接砍不就完了吗 然后五号玩家 我听着也像好人 六打了四 我就没觉得六很好 所以我说了 我如果玩网上 就是四五好人 六七狼人 八号预言家 但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肯定也在更新更新 好吧 我肯定在更新更新 我先潜战一首八号 九号十号没听出来 我好人 过了 十二号家请发言 那么喜欢玩网上 那么为什么还要来参加 精神大师赛 你提前封路 也封不住我呀 你是不是毛病啊 我嘴在我身上 有什么那么好笑吗 我听你们发现都很好笑 是说 我站边七号 我先发发言 他死了 你慢慢发吧 你马上接紧灰了呀 你马上就要 今天这一局的走向 不都是你再说了算了 我刚才在亏呢 谁是医院通灵师和我 没什么太大关 我肯定不会站边七 但是对跳都不投的 直接搂我极限女巫 说的 我身份有那么高吗 我直接升级为极限女巫 我言都没法 我坐在那边 我什么都都没了 他说我要紧灰的理由 是因为我要外搂十二 你投给他你铁狼呀 三七双狼呀 他对要紧灰的理由 不是因为我要验人 他说我都拿紧灰 我要搂十二了 说 我惹你了 对不对 反正我不站边七的理由 没人会觉得 我这个理由是狼吧 然后我刚才窥里面 站边理由已经说完了 我肯定先站边巴 然后那个站边理由说完 我刚才在窥里面 就想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第一把我是单边预言家 那汉条狼自爆了 然后第二天出来 是我跟七号两个人 加上一个狼人 全权在那边斗地主 对吧 第三天也是单边预言家 是六号 三个狼和一个预言家 出去打麻将了 我起来就剩我一个 你知道吗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 两把我都是预言家 和一个团队里面的 那个倒霉的人 然后想了一下 那两把谁跟我同身份 十号 二号 就你们两个 今天20PK 接受不了三把 跟你们同样是同身份 对不对 我玩游戏很简单的 选选 对不对 有的时候逻辑 并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对 现在十任平民了 那你看看你二任不任平民 任平民就20PK吧 通灵师也不用分了 有个伟大的女巫 第二天会弄的呀 好吧 四号有反应了 那你有女巫 那十又中毒了呀 那肯定读十呀 你不只会读十吗 以前读圈圈也是十 以前读流反水 是吧 说错了 以前读那个十号 现在你也十 你晚上鸡七猫 你晚上就鸡七猫 女巫请睁眼 加加加 多了 A猫八 我死人就 就是十 你也不管十是谁 你就冲着数字气的呀 你紧张什么发言 说什么二三 你说二三是狼 我笑了 所以我是开视角的狼人 你直接从二三 我到底是机械狼 还机械女巫 还是带视角的狼人 你跟我说一下 我还没发言 对我的身份 已经产生了五个 对不对 你觉得分我路 我是狼人还好人 我现在不站边期 跟你站边一样 我好人还狼人 真的是 第一天就出十二 露十二 好吧 反正 来不及了 一号呢 请发言 爆水了 谢谢长男的莱卡粉 谢谢头屎 确实挺爆水的 确实挺爆水的 这七八发言 着实有点头疼 但我觉得八号发言 确实挺好的 说真的 我昨天看了 我甚至觉得 你昨天是真的通灵师 你这局游戏 我觉得比昨天那个发言 还要好 而打的心路历程 发的严 我觉得都还挺好 因为Y哥前之位 我经常说前之位 听状态 后之位听逻辑 至少八号逻辑在我这 我觉得挺想认他的 但是Y哥这个状态 确实也听不出来 所以还得 确实得更新 这局怎么站边 确实得更新 真不是话权 但是我唯一觉得 就是十一 有点拉低 因为十一 因为十一给身份太吵 他说网杀 又要标记这个 又要标记那个 六是狼 六因为是狼 因为他打四 那四 怎么就能是好 我是真的现在 我越来越听不懂 陈杰了 真的有点听不懂 你看 前两局其实都有打错你 就上一局我是好人 我也打错你了 因为第一轮的话 这轮你说的是 十二开演 开演他也是狼人 他开什么演 首先他开什么演 他点头就是开演 所以我觉得你 而且你说的那个也是狼人 我真的没有在改你发演 特别不好 也是狼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自己是狼人 然后他也是狼人 还是说前面是狼人 他也是狼人 开那个演 所以我是没太理解 那个发演 所以我没觉得十一 给身份太吵 而且你外职位身份 给的太急了 我觉得有点 你看我上一轮 也就最多给一张牌 两张牌 十一号玩家给了很多 什么好人狼 预演家 警惠六 一二 有点太急了 真没有强打你 但是可能你就是这么玩法 你把这个当成一个网杀 也是可以的 我不同意十二号 你看我就不同意他 我认为你喜欢玩网杀 你就可以把大师赛 当成一把网杀 至于你接受到什么 那可能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吧 我目前真的得再更新更新 我觉得八号发演挺好的 但是十一号略微 有一点点拉低 八号的面 就是我刚刚说 你那个身份的事情 咱们都是眼之有物的说 十二号我也觉得还行 这局没有觉得 十二号很像了 所以前之位四号 我也浅浅地点一下 浅浅地点一下 三十点 我别的就没啥了 偏战八一点过 二号要请发演 谢谢美丽的RR 谢谢Lukas 谢谢月光姐姐 谢谢光 谢谢温德迪的头十 我本来想的 就是上集 我需要卸一个头十 然后呢 就如果前之位的话 就赶紧哭我了 因为如果我这把 再站错边的话 那我今天肯定是要碎掉了 结果没有想到 我在这么关键的一个位置发演 那暴龙战士前两把冲击的有点失败 这一轮我得仔细地去听一下他的发演的话 那七八里面的话 其实我比较偏向于站边七 是因为我觉得十一号会不会是被发错身份了的 因为我听十一号他起身那个反应不太像是一个 我以为十一号是被发错身份的 我以为他是不想要老人双抱 所以说他现在警商 因为他的警商发演的时候 很在后面的时候 认自己是一个平民 我当然以为八号给十一号发错身份了 再加上八号留一个警惠流 说留三二 因为为什么留三二的警惠流呢 因为他 就是他抿了十一号和二号觉得不太好 他验了十一号呢 然后他说 就是对个答案 结果验出来验错了 他把我二号留意他的警惠流 我会觉得八号这一点发现有点填充 因为我觉得八号已知 你抿十一号不太好 对不对 你验了十一号是一个平民 对不对 你没有去怀疑十一号 有没有可能为一张机械平民 你也没有去怀疑自己的敏值 是不是最近有所下降 你反而呢 你还要坚定的去觉得我二号不太好 然后留一个三二的警惠流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留一个二三警惠流呢 而且我是 我是警上的最后一个莫志位的一个发言嘛 你也可以去从我的发言里面去听一下 再给我一个身份 所以我觉得你去留一个三二的警惠流 可没有那么好 然后再加上十二号的发言吧 十二号呢 他去 就十二号他攻击了十号和二号嘛 他说我们两个是两个maybe 然后跟着你一起把你的 就是让你 让你就是 让你就是今天就是出师不力 但是十二号 你可以去想一下 第一把是不是你虽然出局了 但是我们其他的好人带领你走向了胜利 对不对 你第一把是赢了的呀 对吧 你虽然愿人家出局了 但我们第一把不是赢了吗 我们好人 所以我会觉得十二号 他战边八 去打了十号和二号 就很像是在去防守一下七号吧 然后 因此我会觉得 可能就是 主要是 我不太想战边八号的理由 就是基于这几点吧 目前呢我在井上比较偏向于沾边七 而且我第一把确实把七号给毒了 那我希望我这把是沾错边的 不然的话我今天肯定会碎掉的 对啊 我希望我今天是 这把是沾对边的 不然我今天肯定是要碎掉的嘛 对吧 所以我现在比较偏向于沾边七 请向发言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五 四 三 二 一 人家警察玩家 七号 八号 十二号 警察玩家请照片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三号玩家投票给七号 七号玩家当选警长 其他玩家请亮蓝灯 昨夜 平安夜 警长决定警所 后准备发言 六号或八号 六号玩家请发言 平安我觉得还得想一想 实话实说 因为我觉得跳得挺好的 实话实说我觉得跳得挺好的 因为前置我们这边 四号玩家第一个发言 我们这边其实也没有 贡献太多的逻辑量 然后七八其实也没有围绕我们 这个位置去展开太多的逻辑去聊 所以就起来发现 你们会不会是怎么站的 大家现在水平都这么高吗 但是从前面两局 没看出来大家水平有那么高 我不太理解 这局上编全交了 全交了 什么站八站七 站八站七 全交了 只有一号玩家稍微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 最后总算是给了一个什么 偏向谁多一点点 他是偏向一点点 你们其他人都交完了 都这么猛的吗 我没太懂 我自己是没有太听出来 然后十一号玩家 十号玩家 包括九号家 九号家我有没有忘了 说五号玩家是好人 所以我可能不太好 首先我说了为什么会打我 因为我觉得聊的比较突兀 他可以是好人 我也可以是好人 打错了他 这个道理能懂吗 所以我不太接受 如果你们觉得五号家 不太是个狼在井上 先去聊这些事情 然后所以我认为 我是不太接受这个点去打我的 我得说清楚 然后我的确是执名了九号玩家 我觉得抿了啥 我就说了啥 当然如果我迷你试身份 其实我不会说的 我实话就说 我迷你试身份 我就不会说 井上就不会去聊这些事情 我不会去帮老人做工作 你能懂吗 但我觉得你是好人 我就得直接把这些东西给聊出来 然后井上的二号玩家 我觉得是那一圈发现 听着比较怪的 我自己觉得比较怪的 就是首先你自己的口误 我就不聊了 这个东西大家都能听出来 你自己会也反应过来 因为你说什么 你这把就行往站坐边 然后这样怎么被喷碎 我知道 但你后来改怪了 我不拿那一点打你 但是我是觉得 你的站边理由 应该是前序那些里面 就相对来说最伪的 最伪的一个了 而且你对四号玩家 也没有太多点评 四号玩家其实是 他现在其实可以算是裁你们 我自己这么觉得 如果四号玩家底牌是好人 他点你们二三 他不会希望点到自己的好人 神阵营的同伴 这个道理能懂吗 肯定希望点的有身份的是狼人 所以你自己如果底牌是好人的话 你会觉得 他会像是狼带找神 你应该会回踩他 或者很容易聊他 但你基本上没怎么聊他 我听着是这样子的 然后 其他的话得看看 景下三号玩家 那个上票的心中力是什么 其实七跟八 两个人其实对三号玩家 都算是投注了蛮多的注意力的 所以我还蛮好奇 三号玩家是怎么站在这个边 然后 其他说啥呀 其他其实没啥说的吧 你们也可以认为 我是一个先这位 就是望风的狼嘛 我可以接受你们那个去打我 但是我自己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分得清谁是冤家 但是我觉得规票的时候 就八根机都是墨水发言 我会看他们点的坑嘛 然后发言什么之类的 其他的说啥呀 其他就这样过了呗 好吧 六号玩家KS收到了Chin投来的鲜花 留言说你拿冠军了 难以置信 谢谢Chin送给六号玩家的鲜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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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哎呦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谢谢 谢谢 五号玩家请翻译 知道为什么要教站边吗 因为如果你不教的话呢 是钓鱼 其他人不教是稳定 不教就是真不知道 对不对 你不教是人家肯定说 又是他 哎呀 这肯定不想让别人当坐标 肯定是这样的 嗯 七跟八确实有点难分辨 说了听独立 但是你保不齐 如果两个人发现都很好的情况下 还是要选一个 因为八号玩家有单点跟我对话 但是我要说一点 二号玩家你锦上站边那个 这点我是同意六的 因为你站边七更多的理由 是因为你说八号玩家没有去聊十一 人家八号玩家一开始就聊了十一号玩家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机械平民 他真聊了 你看你很疑惑 说明你真的 你是没听到 还是作为老人在掰发言 这个对我去判断 七八的身份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因为你再说不听外之位 还是要听外之位 也不可能只有他们两个人玩 咱们也得听啊 对不对 你用这句话去站边七 我的偏向于就会比八要多一点 就是我站八会多一点点 因为你锦上的发言很像狼人 对吧 怎么领导有什么指示 这么大的咳嗽声音 你看人家八起来说 十一号玩家跟昨天一样的 他说你有没有可能是百分之多少多少的 机械平民 因为我觉得你很有身份什么什么 他先聊了十一 但是你说他没聊 这个就很像掰发言 所以你去站七 包括八号玩家 我觉得发言是还可以的情况下 这确实是挺好的 咱们也不能 因为确实不知道他俩到底谁是 万一捧的那个是狼也不太好 就是我觉得发言都很过关 但是我觉得八可能更像一点点 而且我认为二号玩家 你锦上的发言 你是 这一圈下来啊 除了三号也没发言 你是最像狼 因为他没发什么 滑掉的人家是第一个 我自己是好人 六对四五点 他现在没给站边 我也不知道六号玩家是狼人 还是哪个团队的 对不对 然后七八里面有一个狼人 他们都保了九 九有可能比其他人好一点 十跟十一是两个明面上的平民牌 剩下的位置几 所以你那个位置是锦上最像狼人的 我觉得 好吗 这是我跟二号玩家 就我 我觉得的二号玩家发言啊 其他的位置就听一下吧 听一下他们俩点的坑 那我觉得他们在磨人两可的点坑 总能点到一些我们听完一圈发言 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个大差不差的坑位吧 好吧 所以我觉得八号玩家发言会更像一点点吧 我只能我真马不死啊 但我觉得八号玩家稍微更像一点 而且我认为二号玩家你知道挺像狼人的 如果你就是冲锋的话就是二跟七 这我紧张听得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要是打一些坐标的话 你得研究 首先呢 六号玩家虽然这一轮没有明确地说要占七占八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想占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六号玩家想占七 他一定会在那个位置先选择跟七低一下 他会先低一手 但是他这轮没选择低 所以呢 你就得想六号玩家的身份了 第一种情况 六号玩家围一张狼 但他围一张狼的话 他不想占别人七 是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但是他 首先第一种情况 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 他不想占别人七 那八是不是同龄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如果六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 但他在这个位置 他基本上是没有在外置位置去保太多牌 或者打太多牌 就说白了 他是一个没有工作量 他只能定义为他是忘分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六号玩家的身份不是特别好 而且六号玩家毕竟警商也攻击过我 然后七八的话 我是认为 我觉得 我觉得不管七八谁是同龄师 我觉得十十一可能是他们不见面的牌 就是 但是你们的视角可能 我就直接说你们的视角可能不觉得 因为你们还觉得我四号玩家可能身份有误 但是在我的视角里 七号玩家留的景辉流是四号和三号 那我自己是张好的牌 三号玩家也是把票上给七的 所以至少七号玩家这一轮不能打三号玩家 为警下 那个 为八号玩家的狼队友 要不然就直接一票让八上警辉了 所以在我的视角里 七号玩家是给两张好人牌留了警辉流 所以 所以可能不是特别好吧 然后二号玩家那个可恶 而且是这样的 因为六号玩家 其实你说了个点 你说二号玩家的发言可能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警上我是打过二十三分 就是在警下如果你觉得 二号玩家的身份不是特别好 我警上我攻击过二号三号可能开匪 其实你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因此可以给我一个稍微X片上 至少跟警上你给我的身份定义不一样的一个身份 但你这一轮还是可能觉得我是X片下的一张牌 所以我会再去更新一下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 毕竟没有听过七八的更新发言 我只能说在我的视角里 七号玩家是警上留了两张 在他视角里的好人牌 因为我是好人 三号是上给七号玩家的 上给七号玩家的 所以我是觉得留两张好人牌 可能不是特别 就单从警会留这个方面来说 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 当然我会再去听一下这个七八的这一轮的发言 我还是也是会以七八这一轮的发言 去订他们俩谁去通知识 然后别的信息也就没了 我觉得1011可能都跟七八不是很见面的 然后我就过了 四号玩家陈静杰收到了马仔穆斯梅花兔投来的大团员留言说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第13季祝CJJ更加自信继续进步呀 谢谢马仔穆斯梅花兔谢谢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算是发现了 这个场上被PTSD最严重的 就是四号玩家 你说他上把发言都已经颤抖了 这把也真的挺PTSD 我能理解 因为我刚开始在这打的时候我也贼PTSD 贼害怕 但关键是 警上11个人 你们前这位就四五俩人发完言 警说后这位还有9个人 你说六那个位置 但凡想这边去 他就会跟七号玩家低 你这个脑电波是怎么缠地的呀 我就跟我一样这么极限的 都很难说 后之位在六号玩家眼里 后之位八个人 他直接精准找到七 还要跟七低 咋低呀 人七都不敢跟他低呀 你这有点太 就是确实他肯定被以前的一些 滴滴的一些东西 就是影响了 就有点害怕 我以前也这样 我理解 你再打一阵就发现 没用PTSD 没用 该盘该咋的还得想 然后你说七 如果是医院家 如果是通灵师 他警惠留不能留 咱们四三两个好人 这也有点PTSD的那个感觉 就感觉好像 七号玩家 如果是个通灵师 他第一天 必须得给大家点点狼 还行吧 我这个位置很想问七号玩家 你说我不上票给你 你外搂我 我不上票给你 今天警惠 是八号玩家的 你第一个发言 你自己自身难保 你外搂我 你凭什么外搂我 我当时真的 我听你那发言 我是真的头痛 真的不想给你上票 我觉得八发言真的很好 但我觉得十一像狼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很像八号玩家 要不以后咱们这样呢 咱们以后上警 拼一个手速 手速最慢的那个人 就留警下投票 我看你们一圈手全红了 我行思 那我是个好人 我好歹在警下投一票了 投对投错的 我也在警下投一票 好了行了 就我一个人在警下了 我还得七八里面 这么难的都得分 你们警上 你刚才说 他们为什么站边这么钢铁 因为他们当时不用投票呀 他们想站谁 不都随便说吗 可以说我站七 也可以说要站八 也可以说两个都没分期 因为他们不用上票的呀 他们不用 这个时候还不用投票 想怎么说怎么说 我是在这个位置 给七十万票 我也不能觉得 自己一定对的呀 我只是在目前为止 觉得七比八跟 像一点点 也就一点点 这多的一点点在哪里呢 我甚至都说不清 跟你八号玩家的发言 都没关系 我没觉得你发言不好 我真的觉得外置卫的 十一十二二的发言不行 我再听听吧 好不好 我们彼此给对方一点机会 八号玩家 我觉得 如果你是个同理社会 一会儿还能找着你 你给我点机会 刚才对我来说太难了 你看别人都没分期 我只是先投出一票 我肯定不能弃票 我先投一票 然后我就过了 三号玩家 许愿宇收到了 银河护卫队 投来的鲜花 留言说 流星划过的夜空 点滴星光 伴随少女起舞 许姐加油 谢谢银河护卫队 谢谢 谢谢 二号玩家 请发言 那我可能站错边了 因为三号打我打得太没有理由了 三号他 你们听到三号的发言了吗 三号上票上给了七 然后他说 听不出来八号发言有什么问题 感觉八号发言真的很好 但是听十一号像了 然后他说 甚至说不出来 他觉得七号比八号的发言要好一点 甚至说不出来七号比八号的发言好在哪一点 那你可以直接说 你说你不上票八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十一号为狼 八十一就是发了个狼狼金 所以说你站边七 那你说如果说八号的发言 你听得挺好 然后七号的发言又觉得比八号 十一又像狼 而且你打的狼坑 你打十一十二二为狼 就是这个狼坑你是怎么打出来的呢 因为我在井上听发言 看了十一我还在想 十一号有没有可能是八号发错身份 身份有没有可能发崩的一个好人牌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站边了 我就可以光速找通灵师 而且十二号他在井上也是打了十二的 所以说我当时在井上 我说我偏向于站边七 我跟你站边是一样的 然后我也打了十二号 可能要进我的狼坑 然后你在井下发言 你在井下投票投给七 你要帮我打进你的狼坑 那我现在有可能怀疑 三七他们是双了 我可能是站错边了 我再结合一下 你要想一下六五他们打我的话 是有理由的 六号是说我井上有一个口部 所以打我为狼 那五号的话 因为他也是偏向于站边八的 我是在井上交了自己站边七的 五号打我为狼 他们都打我是有理由的 那你打我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我和你站边是一样的 而且你打出来十一十二二为三个狼 这个我就没有太理解了 我觉得三号得是井下的一个狼 上票给七 那我可能确实上错落票 八号可能为真头零尸 然后关于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三号打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 因为如果听七八的独立发言的话 我怎么听七八独立发言 就是去很精准地去找到这个边 这样子去站呢 因为七八两位老师的发言 确实比小诗赛上的那个 对比发言要好很多啊 所以说七八我当时就在想 可能七号的预面 投零市面要大一点 但是这一轮的话 我觉得三号打我是一个无理由打我 我就会觉得三号是井下一个狼 他上面要给七的话 我确实就要怀疑一下我的站边了 在没有听到七八的更新发言之前 我要考虑回这个头 因为确实是如此 别的还有什么呢 别的应该就没有什么了吧 我需要再去听一下后之位的发言 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这二号聊得也太像狼了呀 这井上就不说你聊爆了 井下你这回头 通过外之位回头是咋回的头呀 你要听陈底发言的呀 你要更新七八独立发言 你三头给七 三不能是电飞吗 换句话说 三的那个狼坑位确实也没听懂 确实不好站啊 这个边 确实我比较同意六号再更新更新 确实我也没太站着这个边 我其实没有觉得十一号是狼 这一定 八一定是狼 换句话说十一能不能是机械平 也是能 八是通灵师 十一机械平里有没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呀 所以三号玩家盘那个逻辑 说十一 拉低八的面 我井上其实说过了 十一确实有一点拉低八的面 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听独立发言 我觉得八号足够好 所以我还是愿意偏站边八 所以我觉得通过外这位站边 通过比如说你听三十郎 你就觉得七不是通灵师 因为三上票给提 十一是八的接了八的平民 他认了 所以八就不是 这都不靠谱 靠谱的还是七八的独立发言 还是得更新 所以我觉得前队二三都像了 然后真的二三都像了 因为三打的狼坑是 二站边七打的是二十一十二 就对二八十一十二 怎么可能 八号玩家起身 他说敏二号很像狼 二是他第二警徽流 他流的是三二的警徽流 他说二十一 他敏的很像狼 十一验出来是个平民 所以他觉得二很像狼 然后十二起身 他说二十是两个狼 很难想象 三号玩家 你点二八十一十二 这四个狼 这肯定是不对的呀 所以外之位找狼 不知道 还是要更新陈底的发言 陈底我希望 肯定七号八号也能展现各自的视角给大家看 所以我是好人 我就听完七八发言之后再去转边 目前真的不知道 可能还是坚持紧上的想法 但我听前这位二三是都比较像狼的 因为发的言我都着实没在听懂 四号我也不点你了 我也不敢点你了 好吧 没那么多 我觉得我现在不点太多外聚的牌 要不然回头自己再说不清楚 那也不太好 目前是五五开 听完陈底发言之后再选择干边 好吧 过了 三号加七发言 我不一样 我坚定战边七号呀 我井上钓鱼的呀 那看二不被我钓出来了吗 二说听了三的发言回头了 我听了二的发言我回头了 因为二说三是狼 那七不是说了三不投给他就要漏七吗 那三是狼他投给七你就站边了 对吧 你不是没必 你只是听之的小聊抱而已 这和没不没没关系 我好像也不是运气游戏 对不对 就像十号玩家刚才说的 他说六号玩家 你验我 你把我的心路历程说得很清楚 所以你没验我 就怕我拉抱 没验你也拉抱了呀 刚才 对不对 你还是死了呀 所以和验不验没有关系 这是本人发言上面的问题 对不对 我是不是饮水啊 我一圈没人聊聊我的 没人说我是狼 是吧 一圈过来都没说十二是狼 我站边扒的也不说狼 站边气的人也不说我是狼 我是不是饮水啊 猜中了之后我就运气好 然后至于一号说什么 八十一是机械女巫这一 而机械平民的一点 没关系 那机械平民他不知道的呀 他学的果冻呀 那能学谁了 平民没有及格的呀 然后你说八号和七号 都会说你是好人 因为你那一票很重要的呀 对不对 谁说你是狼 谁死在晚上 我不是什么机械女巫学了你 你肯定读二呀 对吧 因为你前之位确定的狼人是二 没问题吧 因为你说四号玩家 我不敢打了 对不对 你说三号玩家 我听不懂 二三里面我再听一下 那确定的狼是二号 好吧 你等我站边 其他就low我了呀 我机械女巫呀 那能怎么办啊 你们都不敢站边 只有我来帮你们站了呀 对不对 那我肯定得站边呀 对吧 要不然陈明俊怎么站 陈明俊警商不就说 我好人吗 没毛病吗 我七八都站了 你自己猜吧 你不赌吗 赌大小 你看我警商站的队 还警察站的队 我能怎么样 最后我投一票 倒购票 好吧 那KS坏呀 他们都不交 我来交 对不对 好人一声坦荡荡 对不对 但徐元宇我觉得发言 有点亲人心脾的意思 我就觉得 对啊 你 不是 因为他说 他拿警徽 你投给他之后 他low的是我 你不投给他 他low你 对不对 他反正 low来low去 他不投对跳狼 对不对 但谁知道 他在这墨之威 他要说什么 关键我警商啥事 也没干嘛 对不对 那我的身份 也呼之欲出了 等会投票 其实代表我的身份 守卫真的守一下我 我真的太重要了 我感觉这局游戏 能把我守住 因为毕竟我第一天吃刀了嘛 对不对 常常别紧张 我在你后面 我难得说你是好人 你猜猜看嘛 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一句发言 真的很清楚 你都说你不知道 而且你占边巴 而且你占边巴 我占边气 我都不打你吃了 好人面很高的 好吧 我不是什么害你 但毒二这件事情是 谁不毒啊 等会谁跳牛 我投谁啊 听了明白吗 二号第二天 活着我就排他 是机械守卫 聊爆了就聊爆了呀 还说我是狼 井上就说我是狼 井上有什么 听了三的发言回头了 乱七八糟 过了 这是人类能发出来的言吗 他说我是不是第一天吃刀了 我是不是饮水 守卫等一下来守一下我 我身份很尊贵 他不是女巫 不是守卫 Hunter Hunter 吃刀 能开枪 要守吗 不需要 平民 是这个道理吗 平民 手你干嘛 你去死呀 不知道呀 不知道是要在发什么言 三万家 也挺恐怖的 三万家 你是井上唯一一张牌 你是好人 井上找四个狼 你对着四一顿输出 你说我 听我井上像狼 你说八发言品好的 听我像狼 我像狼点在哪里 我井上说四五项好人 我说六不太好 我说九十我不知道 你对着四一顿说 PTSD 那你肯定认为四是好人 你又不说五是狼 你又不说六是好人 除非我井上的身份定义 跟你的身份定义不一样 你才能认为我是狼 当然不重要 我认为你是狼 就像一号玩家说的 你可以是电飞 我听七八发言 听完七八发言之后 才去战边 就二号玩家 你听了三发言 你觉得三是狼 三可以是任何品种的狼 是不是也是要听 七跟八的独立发言 你才去战边呢 你井上战边的是七 我井上听你发言 我肯定给你标狼了 井下听完三发言 肯定也标狼了 井下听完四发言 好人标签去的 井一 你那个狼标签去一去 井二 我好人 我钢板好人 抱水好人 哥们这发言 还能说我是狼的 就不讲道理了 因为我要证明 我是一张钢板好人 这样八的预言家面 才能上来吗 对不对一号玩家 你说我是机械平民 那我也不知道 谁是狼 谁是好人 外子为身份 我一张都不知道 对不对吗 你只能认为我是狼 八才能是狼 我是机械平民 我也分不清 就像他说的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 对不对 好不好 我好人 我钢板好人 气死你们 过了 十号玩家请八业 那我是铁板好人 我从来没觉得你像狼 井上 虽然我没有聊过十一 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 十一很像狼 因为当时 八给十一发精水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十一 十一的表情蛮痛苦的 因为他给十一发精水之后 肯定是七八里面 有一个人 要骗我俩中间一个人 然后当时 其实我挺同情你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精水 外哥很少给我发精水 基本都是洗头巾 然后我也不知道 这次是不是能第一次发 就是反正我总想相信 总会给我发一次真的 对吧 然后所以井上 确实我也不用再井下投票 然后井上 他给我发精水 我就先战备一下 而且七八聊的 其实都很好 然后井下的话 我再听一下 七八的独立发言 到时候听一下 他们点的狼坑 唯一找到的一张牌 狼人牌 是那个三号牌 我听他真的是刚狼 他唱票给七 打了狼坑起来 是二八十一 然后他说八十一可能是队友 但是你为什么去打二呢 二井上是站边七的 然后他点的是 八号可能发报身份了 然后十一是退 然后十一直接在井上退水了 就从发言格式 还有行为上面 二八十一都不可能形成 三张狼人牌 而且二井上站边的 所以二的发言虽然不好 但是他站边的是七 你也没说二是一个电飞 然后你为什么起来 一定要盘二十一个狼 所以我听的狼人牌是三号 就二的被动狼面 就是他井上的发言 还有就是这轮你来打他 如果他是个好人牌 站边七 你是七的狼队友的话 是不太可能 去把二的票打飞的 所以我确实听三的发言 没有很好 所以 但是三是 我觉得是减下独立的狼人嘛 他上面给七 不一定七就是那个狼人 我会再听一下七八的独立发言 然后前面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 十一号玩家没有像机械狼 然后你们说巴拉低十一的 那个 巴拉低十一的 不 十一拉低八的 那个通灵师的面 我是真的觉得没有 前面的话 反正我听三真的不太好 但是你有可能是 盗购老人头给七 然后把七就 就是电飞出局嘛 所以我还会再听一下 七八的发言 然后十二的话 井上其实你是站边八的 我想打你是狼 然后井下你的行为 真的很奇怪 然后你又说你井上钓鱼 要站边七了 要守卫守 你就像十一说的 你是什么身份守卫要守你 又点一是个女儒 我让他读二 那你为什么 你又说三的发言好 所以我很感认下 你是一个好人好吧 然后我再听一下 七八的发言 我过了 是好人家果冻收到了 小果冻粉丝后援会 投来的鲜花 留言说 又是一个新的赛季 又是一次新的开始 愿我们的小果冻 在这一次的新的旅途中 玩得开心 希望大事赛越办越好 星光不问 赶路人 岁月不负有幸人 加油小果冻 谢谢小果冻粉丝后援会 谢谢 同时果冻收到了 初中投来的鲜花 留言说 上个赛季的种种已经过去 期待小果冻 新赛季的精彩发挥 希望小果冻可以天天开心 放松心态 迎接美好的2024和新赛季 也祝京城大事赛越来越好 谢谢初中 谢谢 9号拿请发言 其实大家说什么 三号是狼不是狼的 三号是狼 站边八就行了 三号如果是狼 景夏自己一个人 他票是不可能投给冤家 一定 如果骑是他的队友 他一定投给其 这都 不都揣着明白装胡子吗 他是狼时期的狼同伴 在景夏他敢投到我给我票吗 万一一会儿期出局 他不被喷死吗 大家心里都有数 都说三是狼三伤 那站边八就行了吗 然后我听到二是狼 你景上说站边七 景夏说觉得三是狼 所以你要回头了 咋得出的结论 三是狼 然后三上票给了七 你说三是七的狼同伴 你景上已经站错边了 他要打你一下让你回头 你咋开出这视角 而且加上你其他的发言 什么景上说 希望我这把站错边了吧 一会儿又说 什么景夏投错票了 干啥的 反正你是太紧张了 还是在垫飞啊 我是听不出来啊 我不觉得你是好人 一号我也不觉得是好人 因为你景上说 八号昨天是预言家 你觉得他今天发言比昨天的还好 那为啥不能站这个边呢 对吧 你自己说了呀 昨天八号发言很好 我站错边了 那今天你觉得八号发言比昨天还好 为啥不敢站八呢 所以我觉得一号也不好 11号这轮发言我觉得挺好的 我就觉得还行 我景夏有点想站八了 我有点想回头 四五 我觉得四五六当中得开狼 但是四号玩家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五号玩家站八打你 那他就只能在垫飞吧 如果你自己是好人 你觉得五是狼的话 他就只能在垫飞 对吧 除非四五是两个好人 那都站了八 八也是好人 预言家面更大一些 你们当中有一张狼互打 那就是在垫飞对方 这个没啥问题吧 然后我目前觉得八号像 景夏确实是七八分布出来 赌信上来了 我就赌一个 我说七项 其实没有原因 其实真没有原因 万一赌中了 那还挺帅的 景夏听一听 但我当然目前没有听过更新发言 还是没法那么站死 但我是偏向于八号像 然后景夏其实八号 因为你昨天预言家发言 我觉得比今天好 至少我觉得我跟一号的观点不一样 因为其实前面四五六产生逻辑关系 六号说我是好人 说五是狼 然后呢 我四五都是发过言的 你其实发言对四五六没有什么定义 你就说你要验三 二号敏的像狼 所以要验二 这是景夏发言 所以我当时觉得你不是很像 但是七八我确实也分不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赌一个 但我目前觉得听完一圈 我觉得你可能是 且我觉得一号像狼 二号像狼 十二号 目前站边跟我不一样 先打一打你 但是我先跟所有的好人说 如果十二号点中了你们的身份 你们自己真的是女巫的话 毒他 我昨天就是他点我身份 我没毒他 我被骂了一晚上 今天他要是 谁是点了 比如说一号 他说你是女巫 还你说就毒二 你就给他毒了 他要是好人活该 好人点没人身份活该 差不多这样 然后目前站边八 过了 八号要请发言 昨天发言比今天更好 昨天没站边我 今天倒是听出来了 你怎么听的发言 我觉得九号玩家像一个好人 因为他跟我输出的同样的疑惑 就是对于十号玩家的疑惑 既然你们已经觉得三号玩家像一张狼了 那就站边我就好了呀 三号玩家去一张井下的狼 七八里面开他的狼队友 他怎么可能去给那张真同龄式投票呢 这是最简单的逻辑 他肯定会冲呀 因为最后这个板子拿到井辉 你就胜率就高 所以三号玩家像一张狼 那一定是在给他的同伴 七号玩家冲票 怎么会觉得三十个狼 觉得他在投倒勾票电飞呢 这是很难开出的视角吧 所以我觉得十的发言 就是给我答案都摆在他面前 但是他一定要去展边棋 我就很难分辨你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没有听懂 但是九号玩家去点出了十号玩家这一点 我会觉得九比较像好人 但是九打了一 如果九也好人的话 我希望不要去打一了 因为我觉得一号玩家 是我景下挺的好人 一号玩家是唯一一个说出 十一即使为机械平民 八号玩家也是有同龄式面的 所以他在 就是可能我的精髓发言不好 但是他在觉得 我精髓发言不好的同时 还认同我是同龄师 所以一号玩家在我眼里 就不太为一张狼人牌 那我为什么觉得 三号玩家像狼呢 我当时景辉刑三说 我也挺明显的吧 我就是觉得他景下表情不好 我觉得他像狼才去验他 因为如果我觉得他像好人 就看他上票了 我就是像狼压一压 给他一些压力 你景下说你不站边我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 十一想狼 我们是狼狼精 但是我的发言又很好 我记得我明确说了 我验十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他 这把狠挂身份 我验完他这个平民 我说 我觉得我保存他 45.5%的机械平民的面 所以不可以通过他的身份 而去定义我的身份 既然你觉得七八里面 八发言好 那你景下就可以有投给八 并且你投完给七之后 你在那个位置打了二 你觉得七号玩家偏好 你是景下的好人牌 你打二干嘛 你已经觉得七相了 那二号玩家景上 也是站边七的呀 所以三的景下发言 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忍度吧 我觉得三号玩家像一张狼 而且你是好人 你是最不应该投给七的 他的发言是 你不上给他 他就外搂你 那你是个好人 你上错票 他要外搂你 你为什么能投给七呢 你对他是没有防备的呀 所以三跟七 在我的眼里比较像双狼 那十二号玩家 这轮景下站边七呢 十二就也像一张狼人牌了嘛 那肯定就是肯定最最像的肯定是七 因为七是狼 那其次是十二 然后是三 但三在我眼里也是个95%的狼吧 我去外之位找一张牌的话 我觉得九跟一像两个好人 十一是我的精水 我觉得五号玩家景下能站边我 我认为五比较偏好 那六号玩家是正轮要看他投票的 如果六号玩家正轮投反票 那直接坑就齐了 但我大概率觉得六不太像狼 他景下工作量比较小 所以其实可能最后我的位置就开在 二十四里面 这三张牌里面偏好的可能是四号牌吧 然后为什么说二呢 是你景上打我的理由 不太认同 所以你景下这轮站边我了 我也要看你最后的票行 好吧 我认的狼是七跟十二 然后还有三 其余的牌没有马死 然后最后再聊聊吧 没什么了 今天就出一下七号牌 然后你给我读一下十二号玩家 过了 七号哪几八月 那我觉得我都不用干别的事了 我就景会留留个一号吧 因为一号不是马不准吗 我就验一嘛 我就 哦不行 差一票 我先验四吧 好吧 因为这盘输赢就开四号了 我算了算票 因为九号一定会跟我投八 十号一定会跟我投八 十二号一定会跟我投八 三号是一定会跟我投八的 因为这些票一定会跟我走 我都不用对话他们 都不用发言 一定会投八 我还差一票 就差你了 四号 这盘胜负手就在你 也不是给你家里 反正今天我就验你 你要投 不是 你要是帮我投票 我也不改景会留 我就验你嘛 反正晚上他们卡不卡也无所谓 因为你们通过外置位的身份 来定七八是定不出来的 比如举例子二号 二号人家 大家所有人都这次狼 对吧 全世界都知道二号人狼 我也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归二号 女巫晚上把二号读了就完了 就是女巫肯定定读二 以及你们也不用看一会儿 二号投谁 这都无所谓 所以三号在我这边就一定是好人 以及十号人家 为什么不能是我七号同伴 你们可以认为 就十号人家 你们不能认他是狼人吧 因为如果他跟 如果十号 认为我七十同伴 因为三七在你们看来是一个团队的十号 作为我的精神干嘛去打三 还有不是你们这好人 外边打的人全把我的票打飞了 真的你们外队打的全是好人 比如说你作为我的精神你打三 如果八号不说三十郎 三号真有可能跟八这么一样 但现在还好三号会跟我这么一样去投八的 而八号打了三十郎 因为我觉得九号的定义 他九号应该是认为三是好人的 所以八打三 我觉得九号应该能再回再回过头来 然后我并不说外之位的都是狼 也有可能有好人 但我不需要了 我今天把八出了就完了 我算了算票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 因为你们不可能通过二号好 那个狼人和三号好人的身份 去能定下来七八什么身份 对吧 我只能说十号确实作为我的精神 拉低了我的面 因为你打的位置没有什么 反正就不太对 我个人认为 但是这个问题你们也不能这么去想 因为十号玩家打的人和保定 也不一定是对的 剩下你比如像六号 他是狼是好人 我不知道 他没给站边 对吧 你们说五号偏站八 那看投票 那投我期的不都是老母 所以今天我无所谓 我在要票 因为我觉得四号是好人 那我们今天就投八 对吧 景辉我觉得验四 虽然验你 我验你是为了要景辉 但是无论我出不出局 毒二是一定 对不对 十二号只能让好人 因为他也吃毒 你也没听我整场好好发言 我整场没有说你是机械女巫 你但凡是多听听一号 人家发言 你真的人家说你真对 你好好听听发言 谁说你是机械女巫 我就规个八 然后景辉就淹四了 四一寸顺艳 好吧 今天出八我过了 做玩家发言结束 警长归票 八号 各位玩家请到 投票准备 三二一 请出票 一号 三号 四号 七号 十二号 投票给八号 五点五票 二号 五号 六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票给七号 七票 七号人家七票出局 请发表一言 这东西怎么办呢 没办法 确实验了十号是平民 他打的位置都是 我可能就有十号 自己也投我 这个 我没有太理解 因为八号的发言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 可打点 但是 你们判断谁是 真原家这东西 怎么弄呢 因为我九号 我没有太过多 确认点 是因为我认为 三号玩家 我认为九号判断 三号玩家身份 应该稍微准一些 所以八号 定错三号玩家身份 我就不用太跟 九号玩家对话 要票 我个人认为 我能 有 九十十二 以及三的票了 还差一票 八号就出局了 我六票 因为我是通灵师 所以六票够了 女巫 晚上就定读二号 为什么读二 因为我不可能 让你去读八 八号里面是可能读的 六号投我 肯定是狼 也不用去读 我甚至都觉得 五号只能是一半的 但是我没有 别的位置可找了 我纯按照这个配置来讲 那就是八号汉跳 六号高配不才能站错边 二号是所有人都认为的狼 剩下的位置 还有谁呢 投我的里边 我不可能越过五号 去说别人是狼 对吗 但读一定读二号 为什么 因为二号井上要站边我 二号玩家井上要站边七的 井下借着三的话口 站回去站回八了 怎么可能呢 那三号玩家发言凭什么左右二号玩家 对吗 所以 二号玩家是极有可能 但这也不一定 他是极有可能成为机械狼 而且你读二一定没错 因为全场都认为二十狼 至少我们好人还能打 还有就是你们可以像 像二号玩家他自己井上的发言 回忆二号井上发现 井上发现他说 第三排要好好玩了 否则就要碎了 你已经就碎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二号说这个话是真的假的 一定是假的 那么如果我是狼 二号玩家是狼 现在好 我们现在你们如果能认识二号一定是狼的情况下 你们就要想的 二号玩家 我都不说二号玩家票刑 那二号玩家作为七号的同伴 他已经聊了碎了这个事 他今天一定跟七号一起 冲伴 甚至他会帮着七号发发言 他何必井上先倒沟 井下再变 而且如果二号底排位 所以他先占七再占八 说明他就一定不是七的能冲伴 对不对 其实有的时候 你还真的是可以通过外之位的狼人牌 来找出真假远家 但你从好人来讲 你找不出来的 比如说十号 因为你作为我的精神 你打错了三号 我没想到的是三号的票没跑 你票跑了 所以这个能怎么办 但我警惠肯定还会给十号 然后因为我不给十 我不给十我就不是通灵士 我其实想给四 我真想让你带队 但没办法 尤其这个艳人上面来讲 我只能给十号 所以我建议女巫独二 剩下你们再看 我估计学完了这个 刚才学到 七号人家已经结束 收发动技能 五四十三二一 十号人家竞争警长 天黑请闭眼 小卫请闭眼 小卫请闭眼 老二谢谢了第三目标 沉浮中一位情深远见 你再度出现 我看见誓言 沉默在水田之间 回头看 不曾走远 一目光 此生不换 要分散不习惯 怎么算都太难 分开时候更勇敢 连着爱是在上转 可不问忘情水不让你无忽 机械狼请睁眼 见你的带刀状态为 请选择击杀的目标 机械狼请闭眼 宇无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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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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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进度状态 猎人请选择进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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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无发动性能 5 4 3 2 1 2号 3号 12号 请灭灯取卖离场 警长决定警左后准备发言 9号或11号 9号你再起发言 2 3 12 一个吃刀 一个吃你无毒 一个吃 极限你无毒 确实一下子是琢磨不过来 2号大概率是吃毒的吧 因为大家都说20了 7出去也说20 20吃毒的 那 让我再思考一会儿 你先说说你的眼神 我再琢磨一下 刚刚一晚上没想明白 一晚上过得太快了 我琢磨一下 我先过了 我就会投票 过了 8号那请发言 我觉得是 进退领先啊 因为在我眼里 就肯定 7跟10 20铁两张走的嘛 至于3有没有可错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报了 我验了4号人家 是张猎人牌 然后 我觉得你的发言 不像机械猎人 所以你就是真猎人 那你就回一回头吧 因为昨天 看完票刑的时候 我头上是5票 我肯定觉得是 4郎加1好人嘛 那我就奔着那张 好人牌去验 因为我的目的不是 我的目的肯定是 希望那张好人牌 能回头 别再偷错了 所以我奔着那里面的 好人牌验 就去验的4号玩家 然后4号玩家 是张猎牌 那你应该能站回来了吧 但是这个死亡 有点奇怪啊 因为我的视角里 肯定是 12号玩家 是被真女巫给堵走的 那12号玩家 被真女巫堵走的 2-3里面的话 2-3就是一个吃刀的 一个被狼巫堵走的 那2-3里面 3号玩家 还得是那个好人 那我是 真没发呢 因为他的发言 是我紧下的 确实我真没听出来 他是好人 因为我觉得 3号玩家 所有战边的理由 都是学 但我最后听 7个发言 有一点点奇怪 因为7号玩家 一直在拉3的好感 我说3号玩家 已经发现这么爆了 为什么他的狼 还要拉3呢 所以 但是死亡 死亡结果肯定是 3号玩家 得是那个好人嘛 因为不可能说 狼叨了个好人 又怎么 机械女巫 又毒了个什么的 所以 那1号玩家 那就是1712 还有一张狼 不知道 找不到 机械大哥 站错边了 不会是 你机械平平站错边了吧 因为我是你队友 还是你是 你应该不会 你们都不会 那我就找找呗 我听完发言 那肯定初一嘛 因为 没位置了 只有1 我验了40个猎人 就只有初一了 因为我验你是个猎人 你应该能回头吧 你初一下1号玩家 然后 但初一肯定不会结束 因为那边两个是 死在狼手里的人 最后一个我再找找吧 过了 初一 那话你再请回应 我呢 现在在想一件事情 会不会有那种千古名局的出现 因为机械女巫 其实他只知道一个信息 就是他学的那个女巫的信息 能懂吗 就是说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精确的知道外面的同伴的信息 就谁是真的通灵师 谁是真的那个 我就在想 这个2312的SAS里面 会不会有机械女巫 咱们就是说他不读 他不读学的那个女巫 他不读 那有可能会觉得 狼队友会刀那个女巫 怕毒和刀虫了 怕找外面的身份读 读到狼同伴了 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因为我个人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2312里面 假设有两个好人出去 我是找不到的 因为我站边的是八号玩家 我觉得12肯定是狼 23里面我还要去 再去找一个好人 我说实话 我都很难找 发言上都很像狼 那现在我们被逼的 至少要认 我们至少要认一个好人 对吧 逻辑上大概理由 我们在很多局里面 要认两个好人 我认不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 我脑子里面开了这样一个 比较极限的脑洞 就是那个机械女巫 她非要 不会是二号人家 是那个青线女巫吗 出生牛都不怕虎呀 那个学到的女巫不读 然后就要去外面去读 然后给自己同伴读 我在想 我在想这种事情 有没有可能发生 然后先说 昨天投票理由 我是觉得八号玩家墨罪的发言 我觉得无懈可及 好吧 我觉得我是挑着放大镜在找 我找不出任何一点点的 发言上的漏洞 不管是点的坑 对外专门的对话 然后那些位置 我觉得没什么 真的没有找到任何的问题 你不会觉得我倒锅吧 然后那边好人 不是你这笑的 笑得我有点 寒毛都竖起来了 不是我是真诚的觉得 你发言挺好的呀 四号玩家 难怪警上说二三 什么扎那枪 没事现在三死 没有人会说你机械枪的 你放心啊 机械枪出不了三死 那你就单边枪呗 没啥说的 然后今天投一下一号玩家了 过了 五号玩家请翻译 投一啊 还好还好 我觉得是没有站错啊 因为七号玩家最后 给我了一点肯定 说最后一个狼应该是我 那就先出 就出一号玩家吧 至于别的就让八号玩家定夺 因为九号玩家 肯定是排了 十一是你的精水 你就去定夺六号玩家 就可以了 我肯定是好的 而且 七号玩家最后 好像就只有盯着你一个人 在洗 他是不是猛在跟你对话 他说的是外出 因为外出他肯定有票 因为他有狼的票啊 他现在就是需要别人的票 因为他不能保证 那几个好人 一定会跟着他投票 那他可以 他本身拉两个好人 因为他狼有四个 对吧 如果狼都冲锋 大哥也冲锋的情况下 狼有四个 那么也就是 他只要拉两个好人票 但是他不能保证 那两个好人都跟他投 所以他就拉更多的好人 那么有两个人排掉 还有两个人会跟他投 他是不是说 十的票会拿 然后你的票会拿 他不是就 最后就跟你说吗 但最后 算了我就不帮八号 人家多打人了 因为我 应该还没有八号 人家找最后一个狼厉害 因为十一排掉 九排掉 就六十里面嘛 因为四十猎人嘛 对吧 只能是四 六跟十 我是这样 因为我肯定是好人 既然你也扔下我了 我就不可能再发 我今天肯定投一号玩家 过掉 相方小手笔的 九中先锋状 即将为各位开启 下一个附带 这次为各位准备了 一个2000的星期红包 大家下好之后 留好截图 看到我们的复带发出来之后 就可以点击参与了 唯一种钻石的 幸运宝宝记的 一分钟之内 四星之外 大师的后台 提供两张截图 来兑换你的专属奖励 赶紧下载吧 三号大师发言 其实我真的觉得 八号玩家 你的发言很好 包括你点的课 但我真的遭不住了 我想其实这么想要我 要我的票嘛 那就 那就先把一出了吧 这轮出队啊 这轮出队 估计狼人家开始砍我了 应该是这样 又拿强声了 好吧 那就出一吧 好吧 回头回头 过来 一号大师发言 回头 他抿出来你是猎人的呀 他怎么点的坑是对的 他点的什么坑啊 上一轮 你还记得吗 你说啊 他点的是一号 二号 三号 七号 还有谁啊 还有十二号 他让女巫去读 十二号 他好像都没点一号 他点的二号 三号 七号 十二号 回头 你站对边了 四号 你站对边了 我底下不是狼 但是我不想交身份 十二号给我穿 女巫衣服 算了 我交了我 我女巫三是饮水 关键是我没想通的事啊 六号晚家 我真的没想通 二号学了我 他为什么不读我 我真的没想通 机械 二号应该是机械女巫吧 但凡是 外之卫 有机械女巫 都会读我的吧 他读的是谁啊 我读的是二啊 我站边七 我肯定是读二 因为七流的读口是二啊 因为七出局 我肯定是 任七是通领师的呀 因为你的狼坑 肯定是不对的 二号三 三是我赢 是我故意打的三 上一轮 知道吗 我故意打的三 藏自己视角 但是我觉得 如果二号玩家 真的外之卫 读了个平民的话 我们还是轮次领先的 因为守卫下一轮 你可以选择自首 或者守我 还有守卫的话 没有守卫的话 也赢不了了 我也不能再 我也不能再藏了 确实我要被扛推了 我要说实话了 这一轮 所以四号玩家 你们不会觉得 我是现在拿个狼 然后跳身份吧 我拿狼 确实会跳身份 但是我 这局游戏 我的体牌确实是女巫 不是 所以 狼大概率就是 歪哥都点完了呀 二号五号六号八号 他点的 他读口是二嘛 八是汗跳 六号他说高配 站不错边嘛 冰冰也是 这局游戏 你看冰冰他说 他要盘一个千古名局 逻辑 他要知道事业 他明说我是女巫了 他说外之卫 那个机械狼 没有读女巫 他什么都知道 你说六号玩家 他能是好人吗 然后歪哥 七号玩家最后说 他说不可能越过五 去打外之卫的牌 十又是他的饮水 现在你又认了猎人 对吧 你是真猎人 所以你不要回头 我现在在劝你们 不能回头 要这轮 把八投掉 八吃汗跳的 在我的视野里 二是那个机械狼 是歪哥让我读的二 全场都打了二号是狼 然后二号 取了我没有读 确实是有点亏贼 确实有点亏贼 但是我说的是实话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没读我 他说法官说 多死多倒 那肯定有机械 我都准备摘卖了 然后结果我没倒 那就是二号五号六号八号 都点完了狼坑 所以你们都是好人 想一想回回头 我也不知道 词穷了有点词穷了 我开始想的发现 是我不跳身边 我给十二穿女巫 十二因为说你是女巫 你就去读二 但是我现在我要近扛推了 我必须要说实话了 没有守卫的话 确实也打不赢了 这局游戏 好吧 如果三十二里 真的有个守卫也打不赢了 因为他已经跳猎人了 过十一号呢 请发言 你是不是守卫 九号 是不是守卫 说这俩平民坐这儿呢 你女巫 那是个猎人 这不是守卫吗 他不是守卫 不就胶牌吗 对不对 你是不是撩爆 三十 你说我是机械平民站错边 八号 我都开了 老二 小的拍刀 一号 四号 确定吗 游戏结束 老人阵营图审获得 三十二神是谁 三十二神是谁 我藏不住了 我藏不住了 我叫你你们能回头 我叫你你们能回头 我叫我回头 我不发生了 你能回头 很难 你只要你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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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各位大门老师来复乔盘 本球系机械狼 通灵师版型 通灵师七号 女巫一号 猎人四号 守卫三号 机械狼二号 狼人五号 六号 八号 平民九号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首页 机械狼模仿一号女巫 本球系为机械女巫 守卫守护十二号平民 狼人击杀三号 守卫 女巫运药救起 其成平安夜 通灵师验证 十号案家为平民身份 上警环节 七号通灵师获得警惠 第一天白天 七号通灵师被扛推出局 入夜 守卫守护一号女巫 狼人想的击杀三号守卫 女巫毒杀二号 机械女巫 机械女巫毒杀十二号平民 二号三号 十二号三死 第二天白天 狼人想的拍刀 一刀一号 一刀四号 最后两张神之牌 女巫和猎人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图神获胜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京城第二赛 第十三季 星河漫游 然后这个是我们 第十三季的表演赛的第二天 然后本周的表演赛 会有三天的比赛 就周五那天 我们会临时改播 从京城小诗赛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京城小诗赛的播出地点 在抖音上搜索 京城第二赛的抖音账号 周五的晚上七点半的时候 大家记得到那边 去来看我们的小诗赛 明年中午的十二点钟 也会在我们的 京城第二赛的官方直播间 会有带货直播 希望大家可以 设置一下开播提醒 明年中午的十一点钟 在樱桃布丁老直播间 为各位准备了 目的的美童专场 如果年前还需要有囤货的 赚进时间 到樱桃布丁老师那去囤货了 甚至去进货都可以 价格非常美丽 明天的晚上七点半 依然会有京城第二赛 来陪伴各位 这里是京城第二赛 第十三季 星河漫游 本次比赛 由泛狼冠名赛出过出 泛狼视频来人杀 在家也能玩面杀 百姓随勤配 欢乐多一倍 记得到高达游航商店 来下载泛狼 跟我们一起玩拿来杀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今天在八点到九点 给我们送出人机票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明天再见了 拜拜 祝各位晚安